下面 让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的陈婉英同修与我们分享 心灵法门令十年精神分裂症的儿子奇迹好转 病危的孙子转危为安 迅速痊愈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 那么大慈大悲 救苦 救难 广大灵感 观心菩萨摩河沙 感恩 那么大慈大悲 救苦 救难 诸位佛菩萨与隆天赴法 感恩 大慈大悲 救苦 救难 恩师 由军红台长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陈通修 今天有幸跟大家分享 我修学心灵法门后 发生在我家人身上的灵验事迹 首先是患有多年精神分裂症的儿子 病情逐渐好转 紧接着奇迹也发生在 因难常而生命摧毁的孙子身上 于2005年 我的儿子中学毕业后 跟其他孩子一样升上大学 就在大学第一个学期 他经常说看到灵性 导致他埋亡无法入民 性情大变 从此变得自闭 申请呆泻 申请呆滞 于是我便带他到新加坡医院求医治留 经过一系列检查 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这一瞬间期 我将我原本温馨和谐的家庭 拉入谷底 当时我还未接触心灵法门 不知道灵性上升 业障爆发 我有在痛苦中 寻求治留 从那时起 便以幼物控制病情 一次就是十年 但并无好转 这期间 他一直听到灵性跟他说话 骚扰他 搞得孩子有亲身的念头 以至最后 还需要通过三次电流 来控制病情 十年后 儿子从新加坡转眼回本地 继续留城和自复诊 在同一年里 他的病情逐渐恶化 常常化脾气跟我闹 也不爱理睬我 每天早出晚归 看见一个好好的孩子 饱少十年 精神病痛的折磨 身为人母 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无法帮助他 感恩 关心菩萨慈悲 在2018年2月 一次机缘求和之下 我有幸通过一位书兄 接触到了心灵法门 从中得知 学佛能改变命运 听闻同学们 学佛后的各种书生灵验事件 感恩这世间 仅有如此神奇的事 我开始每天在网络平台 观看卢台长的图腾平时 慈悲的卢台长 通过看图腾的方式 为迷途众生 指引迷路 就会众生 如何运用佛法 来改善自己的命运 当下我便决定开始做功课 为我自己 我与我儿子的诱惊者 念诵小房子 希望奇迹也能降临 至我的儿子身上 2018年4月中旬的某一天 儿子都能神情呆滞 出身换他也没有反应 即使我只能再次 将他送完一样 没想到这一住院 并是一个月半 在这段期间 我为儿子念诵了 27张小房子 放生763条鱼 在收送了三张小房子后 我便见到医院的电话通知 说儿子病情有好转的迹象 待他病情稳定后 医生便同意他出院 这十多年来 不间断地介绍医学滞留 却仍然不见好转的病情 就在我念诵了三十八张小房子 和放生1585条鱼后 明显好转多了 孩子晚上能正常入睡 与此同时 之前需要买两个星期注射 并物滞留 并不滞留 现在孩子情况好转后 只需要买三个星期注射一次 渐渐了在儿子身上发生的变化后 我于2018年7月 我于2018年7月向观世音菩萨使用 念诵一波四十张小房子 放生一千条鱼 一个月出宿两天 感恩观世音菩萨 心灵法门真是不需 在这期间 儿子开始用意和我沟通 主动与人交流 并且有了自己的朋友圈 另一件灵验四季 也降临在我生主的身上 今年3月2日 我们家迎来新的生命 我的孙儿在三八医院出生了 但由于生产时间太长 导致孙儿一次生因脑缺氧 分泌 送入交互病房 情况十分危机 经过抢救 医生告知 因脑缺氧严重 情况不乐观 只有28%生存机会 以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听到这青天霹雳的消息 我知道只有观世音菩萨 能够救我孙子 我科布隆凡地 应用起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 许愿念经和放生 请求菩萨慈悲 救救我刚出生的孙儿 当下我便许愿了 一波21张小房子 放生1000条鱼 相信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我孙儿 当我完成第一波21张小房子 以及放生了2950条鱼石 随后就受到医院的通知 说生儿已经醒过来了 当乃是在家户病房观察 看见小小双儿身上插满无情的针管仪器 心里万分难受心疼 在3月24日 我需要念诵第二波21张小房子 当念诵之第18张 放生至4307条鱼的时候 生儿手朵既然能动了 就更加坚定了我学佛念经的信心 感恩大师大悲观世菩萨 生儿的情况转好后 便从交付病房转至普通观察病房 但仍然需要带批头管 以伴致维持体内氧气 当时我已经烧送了61张小房子 放生了6000多条鱼 几天后 儿生儿能如正常宝宝一样复兮 生日拆持批头管 体内氧气维持正常 在我放生了1万多条鱼 完成了108张小房子 生儿已经能够后来气色红嫩 并且在一个月后顺利出院 见证了这奇迹 儿子既然也根据学佛念经 真是太发喜了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救度我们一家 感恩那么大慈大悲救苦救能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佛萨 感恩那么大慈大悲救苦救能 知悦佛菩萨与隆天父法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能 恩师如金鸿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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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